接下來我們要教下一個有機化物的種類 叫做 純 純類 純類呢就是 大家前面教過的所謂的氫類 或者正確念要叫氫類 氫類裡面的一個氫 氫呢被所謂的OHG OH所取代 OH呢我們叫做搶雞 腳印上寫錯把它改過來 它叫搶雞 它那個字就是那個氧跟氫的中間那個合在一起的 就是氫跟氧合在一起 它叫做搶雞 氫被搶雞取代 它的通勢寫錯 CH2N 加1OH 這個是因為 這是因為 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跟你說了 我們的氫類都是碳跟氫對不對 然後碳 然後呢每個碳會接兩個氫 每個碳會接兩個氫 然後呢 所以就是2N N的就有2N 然後這邊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所以是2N 加2 可是我把其中一個氫 改成OH 所以呢就變成2N加1 然後OH 啊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有兩個OH 可以 它叫做二純 二純 這我們國中 不教 我們就只有我們國中指教只取代一個的 我們只取代一個的 所以呢我們就只有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 C2H2N加1 其中有一個 反正是2N加2 但是有一個被 搶雞取代了 就變成OH 然後N大於等於1 然後所以甲碗 甲碗去掉一個氫 變成OH就變成CH3OH 這叫做甲醇 因為一個碳 所以叫甲醇 那乙碗去掉一個氫 然後變OH變成C2H5OH 這叫做乙醇 這兩個化學式你要記 甲醇跟乙醇的化學式你要記 C3OH C2H5OH 好就這樣子做 所以甲碗就會變成甲醇 乙碗就會變成乙醇 因為去掉一個氫 變成OH 然後一個碳就是一個碳 兩個碳就是兩個碳 所以呢就是 甲跟乙都不會變 好 這就是基本的樣子 然後呢 醇類 溶於水 但是不會解離 非電解質 水溶以為中性 這個我們以前學過一次 我們學什麼 酒精 有沒有 然後酒精的學名叫做乙醇 我們叫你要背 蔗糖跟酒精 糖跟酒精溶於水 不解離 非電解質 還記得嗎 就這樣 所以呢所有的醇都一樣 可以溶於水 可以溶於水 但是在水中 不會解離 所以你不要看到 它有OH 就以為它是 會解離出 氫氧根 就以為它是碱性 沒有 那個OH 不會解離 不會解離 它是水溶液是中性 水溶液是中性 它是非電解質 然後第一個就是 那個乙醇 乙醇的俗稱叫酒精 沒有顏色 但是有點味道 有點香氣 酒餓感 通常都是用發酵法來做 我們後面會教發酵 我們後面會教發酵 乙醇 好 長像那個圖片的樣子一樣 白白的就是青 黑黑的就是碳 紅紅就是癢 然後乙醇很容易燃燒 所以是 實驗室常常用的燃料 所以我們都用酒精針嘛 燒酒精 還有溶劑 溶解 像我們的所謂的點酒 點酒就是點溶在酒精裡面 好 我們還會聽到點液 點液是點溶於點化酵 那個不一樣 點酒是點溶於酒精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我們實驗室常用到燃料 跟有機溶劑 溶解一些物質用的 我們後面會做一個實驗 會需要加酒精 就是要把它當作溶劑用 然後呢 酒精呢有良好的有殺菌的效果 酒精有殺菌的效果 然後75%的酒精呢 殺菌效果比較好 講義的知識快遞 有告訴你為什麼 那一般考試 當然就不用管位數 你就記下來就好了 並不是100%的酒精 殺菌效果最好 大概70%幾的酒精的 殺菌效果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還有殺菌的效果 然後呢有防腐的作用 所以可以把 屍體泡在酒精裡面防腐 我通常是泡在浮馬林 但是以後會提到它的 把裡面防腐的效果 OK 這個是你要背的事情 我們以前是醃酒公賣 醃酒公賣 所以呢 我們那是工業上 會要讓酒精做它的材料 但是呢為了防止一些 遺用 亂用啊 什麼拿瓶的東西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冬業的酒精 會做一些處理 做一些處理 就是加上染料 還有顏色 像你在實驗室看到的 酒精經常是紅紅的 加了染料 或者是加了一個所謂的 甲醇 加了甲醇 甲醇 那這種加了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為變性酒精 它的 然後甲醇是有毒的 甲醇是有毒的 所以喝了就可能會失明 或者是再見 有時候聽到人講說喝甲酒 喝到死竅竅 就是因為它裡面喝了 甲醇 它在製作過程中 不好 然後又產生甲醇 過太多的甲醇 就再見了 所以重點就是你要記得 我們平常考試就考你 我們變性酒精加了什麼東西 加了甲醇 加了甲醇 然後呢 甲醇有什麼狀況 甲醇它有毒 喝多了會死竅竅 青年就是蝦子看不見 所以看一下甲醇 做燃料溶劑 做要的化工原料 然後呢 剛才可以講過了 甲醇跟乙醇的 化學式你都要會 都要叫它怎麼樣 就這樣 很簡單 就是 記得甲醇有什麼性質 乙醇有什麼性質 記得病原酒精加了什麼東西 就可以了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